很多糖尤有空腹血糖高的问题,您有这种情况吗?是偶尔一次还是经常持续呢?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?如果发现了空腹血糖高,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? 糖尤今天给您细细道来,首先我们说,空腹血糖高,高到多少就算高,来看这个表格,可见,糖尤病患者空腹血糖高于7.0毫无二每升,就叫做空腹血糖高,发生了这种情况,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如何应对? 苏木杰反应,由于酱糖尤包括胰岛素,用量过大,引起凌晨发生低血糖,进而导致早晨空腹血糖反跳性升高,或者是晚餐吃的少,夜里活动量大,对策,则夜间血糖,适到减少睡前中,抢下胰岛素的用量,或晚餐前口服酱糖尤的用量,晚餐吃更应有的热量,运动不可过量,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,空腹血糖尤的用量。 几个零现象,前半夜的血糖控制良好,夜间也不曾发生低血糖,但从凌晨两点到三点开始,血糖逐渐升高的现象,零零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与五届过后,体内里导致血糖激素如生长激素,糖皮质激素等逐渐增多有关,对策,可折情增加晚餐前或水前降糖尤的用量。 为了有效控制,零零现象,可以选择中,长效口服,降糖药物,如,格列美妙,阿甲双方款式片,莫中,长效胰岛素,降糖药物用量不足,晚上降糖药用量不足,使得餐后血糖被能得到有效控制,晚上或睡前血糖较高,并一直延续到自日空腹。 对策,适当增加晚餐前或睡前降糖药物,包括胰岛素的用量,夜里加餐过量或频繁加餐,为了防止夜间低血糖,糖尿病病有往往需要待睡前加餐,但前提是睡前血糖小于,等于6.0到7.0毫米2每升,如果血糖不低,盲目自加餐,甚至每次起夜都吃点东西,势必会造成功夫血糖升纲。 对策,根据睡前血糖水平酌情加餐,加餐量不宜过大,另外,加糖的时间很重要,一选在低血糖发生之前加餐,一般选择在晚上睡前10点左右,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再去加餐,病人失眠或睡眠不足,交感神经就会兴奋,体内而查本安慰激素如肾上腺素,去角肾上腺素的分力增高, 人体对于稻素的敏感度下降,血糖水平就会上高,对策,导致情绪稳定,学会放松,避免过度焦躁,必要时可配合使用镇静安眠幼物,先去寒冷寒冷,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,后者可促进肝糖原分解,加重以稻素抵抗,导致血糖升高,对策,趋势温度不宜过低,注意穿着保暖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